在我右手边这边 这些牌装的药品 全部都是同一个成分 同一个含量 同一个剂型的药品 那我自己药局就要备 这么多种的品项 那其实对于整个的 药品的这个 供应来说 还有就是社区药局负担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桌上摆着琳琅满目的药包 都是不同厂商所产出 主要成分为二甲双瓜的 酱血糖药 在食药署在统计学的 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些的药品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并不是 并不会因为它有厂牌的差别 而有不一样的差别 就是说它都是一样的主成分 一样的效果 一样的剂量 所以它吃起来能够 这些都是酱血糖药 它吃起来酱血糖效果 原则上是一样的 在黎轩看来 这些酱血糖药的差别不大 但是因为每间医院 开出处方间时 便会指定厂牌 因此社区药局 便需要准备高达十种品牌 这么多的品项 其实都是各大医院在使用的 有些是台大用的 有些是北荣用的 有些是三种用的 主要成分相同 酱血糖药 至少就需要准备十种 甚至更多 这不是特例 而是常态 为了因不同医院 要求而准备过多的品项 多年来造成社区药局不少困扰 林毅轩的药局里 就有多达1500种药品 不过这样的困扰 有可能因为今年试办的新制度 而得到缓解 今年8月初建保署公告 从10月开始 以牙科诊所试办 诊所开列处方间 各项药品 将明确标示 可替代或不可替代 若没有著名药品 是不可替代 药师可替换成同成分药品 方便社区药剂师调剂 同时规划明年起 雅科诊所处方间 因标示药品的成分名 而不是商品名 当处方间上呈现是 药品成分名 而非指定的厂牌时 可以达到方便药师 依据药理属性 开药的目的 药师推荐适合的药品 给民众 民众也不需要问了 特定品牌的药品 到处找药 新制度的品牌的决定权 透过这样的方式 有逐步的授权给民众 跟药师之间去做讨论 药师本身并没有决定 他该不该吃这个药的权利 所以他该吃这个药 是医师决定的 但是民众想要吃什么厂牌 是跟药师互相去讨论的 新制度可以让民众 有更多选择的权利 当民众不信任某家品牌时 也可以要求换厂牌 塑造良好的竞争环境 处方的权利是民众的 民众可以选择 外面的药局 A B C D 很多 你可以选择 A 对你有善 你对他有信任 你让他调剂 B 还是C 你觉得友善 有信任的 所以不会造成 民众说 用药完全由药师来掌控 这次试办制度从亚科开始 一方面因为亚科诊所 以往开立处方间时 通常便是开立成分名 而非商品名 因此对诊所及药局来说 变动不大 而且亚科用药 大多数是抗生素或消炎止痛药 比较单纯 然而新制公告之后 却引发意见反弹 医师工会全联会的理事长周庆明 担忧若未来推动对其他科别 开立成分名而非商品名 会造成病患的不安 那病人 他拿到这个药以后 例如说原来我们开给他的药是圆的 那你现在到这个药局去 他给他这一个方的 或者是椭圆形的 虽然是一样成分的 但是病人他会有疑虑 这个药到底 跟我原来医师开给他 我们开给他的药 他觉得是不一样的 周庆明举例当他自己开诊所 因为某种药暂时叫不到祸 不得不换到情况之下 病人便会提出质疑 比如说你怎么给我换药了 原来那个药我吃得很好 你现在把我换这个药 我会吃了会怎么样 效果好像不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花很多时间 去跟病人解释 这个是同成分的药 但是不同的厂商做出来的 所以会长得不一样 这时候我们就已经会碰到这个困扰了 这次的新制度未来若推动到其他科别 周庆明他担心 当医师无法确认每个药局 会给什么厂牌的药 需要花费更多的沟通成本 且病患心里感到焦虑 怀疑药的疗效 甚至产生对医师处方间的不幸认感 可能影响到治疗效果 病人就是会不安 他就是觉得我的药就是 跟原来的药不一样 每个月拿到的药都长得不一样 那他的不利不安 后面如果说疗效不如意期 或者是有一些副作用 或者是我们没有预见到的结果 产生的时候 那到底是由医师来承担 还是药师来承担 医师林毅然也反对贸然推动新制度 他认为新制度必须要让医师有选择权 对于医师认为不能替代的药品 可以指定不能替代 药师也不能因此换成其他厂牌 同成分的药 如果你今天可以选择性的说 医师可以选说 我要的是指定的 或者是我只要同成分就好 我勾选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同意 没有问题 医生这段应该不会有反对的意见 可是今天生活真的如果说 要强制性的说 让药师自己去选择 不经过医师病人同意 我觉得我们反对 系救医师担忧心制造成换药 影响民众用药的稳定性 以及造成病患对处方经的性韧感 其实也是药师现在所观察到的现象 是决议来说 某一间大医院过去是开这个 作为这个降血糖的药品 那最近这几个月 他换成这个 那对民众来说 他以为这个是新的药品 他不知道这个等于这个 所以他以为医院是帮他换了一个新的药品 但是这两个是一样的东西 尽管药局建议他使用原来服用的药 维持用药的稳定性 但是因为民众通常会遵从 医师开立的处方间 因此造成沟通困难的状况 这两个是一座 两个要做回家叫我好个 与民众的沟通是药师的工作 无论是医界提出民众用药稳定性的担忧 或是药界认为现行便已发生医院换药 造成用药不稳定的状况 李逸宣认为最重要需要改变的事情 其实是民众的参与度以及选择权 知道自己服用的是什么药 而不是单方面由医师或药师来决定 所以无论是政策怎么样 我觉得始终我们自己要参与 我站在一个民众的角度 我就觉得说我们自己要参与 医生到底开了什么药 药师到底给了什么药 这样的医疗决策里面 才是对我们自己的药物治疗是负责任的 处方间上的药品从标示商品名 改成标示成分名 对此医药界仍有不同声音 但本质上的用意是让药师本于专业 为民众选择合适商品提供调剂 让民众拿药更便利 虽然可能会增加沟通成本 但也可以让民众更加认识 自己正在服用的药 一同参与医疗决策